好 弟兄姊妹 今天是西伯来里的四月初九 这个星期的 叫Paraxah Hukas Hukas 那么我们这个星期要分享Hukas 里边的两个难题 两个难点 第一个是关于红母牛的这条诫命 Para Aduma 另外一个难点 是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 为什么第一次击打磐石 没有问题 第二次击打磐石 就有问题 那么这个星期 这个Hukas 他的这个经文的开篇 大家可以看屏幕 明书记 十九章 第二节 Zoiz Hu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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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和华 命令 说的 Tabber Elbeni Yisraeel Yau Shan Yisraeli Bai Xin So Feng Fu Ve Ikhu E Neha Para Aduma Temima Ashir Ein Ba Mum Ashir No Ala Aleha O Yau La Geni Zama Para Aduma Hong Hong Bu Niu Temima 完全的 Ashir N Ba Mu 在它里边没有瑕疵 Ashir No Ala Aleha O 在它上面 没有放过 O 好 那么这是这个星期的 这个帕拉萨 的开篇 开篇就提到了 Zoice Hukas 和Torah 这 就是Torah的 Hukas 什么叫Hukas 这个星期的帕拉萨的名字叫Hukas Hukas 就是Hulk 对不对 拉比将所有的戒命分为三大类 Hulk Mishpat Edu Eda 三大类 第一大类 叫简单易懂的 对吧 这个不需要神给出来 自己都可以想出来的 比方说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那么这些戒命其实需要人 需要神给吗 不需要神给 对不对 没有神启示的外邦国也知道这些戒命 不能杀人 不能偷盗 对不对 这个杀人产命 对不对 不能偷盗 偷盗了以后你要去赔偿 那么这些戒命 叫Mishpat 对吧 Mishpat 你不用神告诉你 你自己都应该知道 但有些戒命 如果神不给人真的想不出来 对吧 比方说 这个 这个 洁净与不洁净 对吧 谁会想到这个死人 摸了死人会不洁净 没有人知道 对吧 比方说 其他的戒命 这个 羊毛和麻 混纺的衣服不能穿 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这个必须要神给出来 对吧 Hulk 这个人是想不出来的 必须要神给出来 把红母牛 这个戒命 人是想不出来的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想得出来 对不对 红母牛宰杀了 把它烧成灰 用它的灰烬 放一点 这个掺杂一点 这个叫什么 山泉水 可以让一个不洁净的人 变得洁净 这个东西没有人想得出来 就只能神给出来 这叫Hulk 第三类 叫见证 Edu 对吧 什么叫见证的戒命 比方说安息日 节期 见证 对吧 安息日 为什么神要给安息日 见证神六天创造天地 第七日 安息 叫见证 对吧 见证的戒命 这个人也想不出来 但是呢 也可以理解 对吧 所以说两个 矛盾 对吧 之间必定有一个中间地带 人可以想得出来的戒命 叫Mishpat 人想不出来的戒命 叫Hulk 两个矛盾点 两个矛盾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类别 中间有一个连接点 第三类戒命 比方说安息日 节期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Labiti问题了 Zoiz Hulkas Hatora 这个开篇有问题 应该怎么说 应该叫Zoiz Hulkas Para Aduma 应该叫 这是红母牛的戒命 就对了 对吧 因为 这个星期开篇 讲的是红母牛的戒命 所以说Torah 应该怎么说 Zoiz Hulkas Para Aduma 但Torah 却说Zoiz Hulkas Hatora 这是Torah的Hulkas 拉比说开玩笑 你明明是讲红母牛 你怎么说到Torah去了 什么意思 最后拉比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 所有的Torah的戒命 如果把它浓缩起来 就在红母牛的戒命里 这是唯一的符合逻辑的结晶 神把红母牛的戒命 称为Torah的Hulk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星期的Para Aduma 里边 这个分量 很重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 学习一下 简单字面成 这个红母牛的戒命 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么要提到红母牛的戒命 你必须要提到 一个Torah的概念 叫洁净和不洁净 对吧 洁净叫Tahor 不洁净叫Tamei 那么在Torah的戒命里边 如果一个人 接触了死人的身体 就会变得不洁净 那么不洁净以后 你有哪些限制 哪个限制 首先你不能够进入圣殿 对吧 其次你不能够吃 限制的物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不洁净怎么办呢 那么Torah给出了一条戒命 用红母牛的灰 加上三泉水 把它混合混合 那么这个配方 把它撒在 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 第三天撒一次 第七天撒一次 那么第七天的晚上 那么他需要 这个进入一个叫Migwe 在一个这个池子里边去 水池里边去静一下 到池子里边去泡一下 出来以后 当天晚上就洁净了 你说开一晚上 这什么诫命 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说叫Hulk 对吧 你没法解释的 叫Hulk 人是想不出来的 对吧 这个只有神给你 那么人是想不出来的 好 那么接下来你说OK 那么这个红母牛 是怎么样一种定义 对吧 什么叫做没有残疾 没有残疾很简单 没有残疾 未成复恶 这个也简单 他的颈项上不能放过恶 不能做空 纯红 什么叫纯红 纯红的意思 你必须要有定义 对吧 那么你说纯红 如果有一根黑毛 算不算 那么纳比说 如果有一根黑毛 也可以算纯红 但如果有两根黑毛 那就不能算纯红 也就是说在哈拉哈 因为哈拉哈 必须要有定义 如果这个红母牛 只有一根黑毛 仍然算作纯红 对吧 两根黑毛 就算有扎毛 又不能用了 但纳比还有一条诫命 或者还有一个定义 这个红母牛 它不能够和公牛交配过 半个有交配 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 童 这个处女的概念 对吧 但这个在鸵儿里边找不到 鸵儿里边没有写 但是纳比得出了一个结论 纳比口售图拉 自己研究了半天 得出一个结论说 这个红母牛 必须没有交配过 好 这是纳比的解极 那么你说 在这个圣殿时代 这个红母牛 需要在圣殿山对面的 橄榄山上面 宰杀和焚烧 那么这个泉水的话呢 是取自大卫城的积训泉 对吧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那么这个不洁净的人 在第三天 第三天和第七天 撒上这个神奇的配方 对吧 那么第七天晚上 就完全洁净了 那么这条诫命 是最标准的Hulk 刚才给大家讲了Hulk 这种诫命是反直觉的 对吧 你不可能知道原因 那么为什么这条诫命 是反直觉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细节 这个不洁净的人 可以通过这个灰和水 变得洁净 但是操作这个程序的祭司 他本来是洁净的 他办完手续以后 他变得不洁净 对吧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完全搞不懂 是个悖论 是个悖论 所以说 他叫Hulk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这个拉比的经典解经 简单字面层 对吧 你学奥秘层 你必须要先学简单字面层 简单字面层 简单字面层解经 最有名的这个拉比 叫做Rashi Rashi是整个拉比界 解经的简单字面层的这个权威 所有的拉比界 你都接受Rashi的解经 那么Rashi的解经 也是引用拉比的解经 那么Rashi他引用拉比 Moshe和Darshan 他有一个解经 他说 红捕牛 是赎金牛肚的罪 那么另外一个拉比 叫什么名字 叫 Ibo 他也有一个标准解经 所有的拉比都引用他的解经 他打了个比方 他说给你打个比方 你就明白了 就仿佛一个婢女 对吧 他的儿子在王宫里边 随地大小便 把王宫给弄脏了 那么这个王怎么说 王说 让他的母亲来收拾儿子的烂摊子 所以说 神说 让红捕牛奶 收拾他儿子金牛肚的烂摊子 这是一个拉比的标准解经 也就是说红捕牛 是来赎金牛肚的罪 那么金牛肚的罪 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所有这一切 都是和死亡有关系 红捕牛是洁净不洁净 红捕牛让不洁净的变成洁净 那什么叫做不洁净 不洁净的源头是什么 不洁净的源头是因为死亡 你说这个死亡的源头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神创造天地会出现死亡 那么死亡的源头 是因为亚当夏娃给吃了一点元分别散热的数 对不对 那么按照拉比的传统解经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来到希莱山领受托拉 就彻底地修补了亚当夏娃的罪 为什么 因为托拉就是生命树 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希莱山领受托拉以后 那么分别善恶数的罪就被完全的修补了 对不对 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可以立马进入以色列地 这个千禧年就开始了 对不对 那么可惜 以色列人在希莱山下被引诱犯罪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以前讲的叫大杂烩 闲杂人员引诱以色列人犯罪 那么在希莱山败了金牛犊 金牛犊的罪让死亡再次成为现实 以色列人再次变得不洁净 那么所以说神说OK 我给你红母牛的灰 配上三泉水 可以重新洁净以色列人 对吧 这是简单自面成洁净 这叫拉笔洁净 对不对 你去任何一个 这个会堂也好 任何一个拉笔解经 肯定都是这样解经的 对吧 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以色列渔民的解经 以色列渔民 给大家分享拉笔解经 那么拉笔解经作为一个背景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以色列人 以色列渔民的亮光 对吧 在拉笔解经的基础上 我们以色列渔民 在这个星期里受了 极大的亮光 首先 人生最大的悖论 就是生命和死亡 对不对 最大的悖论 生命和死亡 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现象 我们每天都看到生命的结局 是死亡 但从来没有看见 死亡的结局 是生命 对不对 从来没有看到过 那么 那么 结晶的活人 他如果接触死人以后 会变成不结晶 OK 这是托拉的诫命 但是反过来 这个不结晶的这个活人 对吧 就是不结晶的人 如果你让他碰一下 这个活人 他不能反过来 变成结晶 这是相当奇怪的现象 对吧 就仿佛从生命 到死亡 是一个单行道 而不是双行道 我们只看到 人从生命 从活人变成死人 从来没有看到过 从死人变成活人 对吧 所以说从生命到死亡的流动 是一个单行道 而不是双行道 对吧 但是红母牛 仿佛 是反其道而行之 红母牛代表什么 代表生命 母牛的西伯来文叫 帕拉 帕拉这个单词的意思 是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代表生命 对吧 Pere 生养众多 Pere 果子 果子就是儿子 种子变果子 生命的延续 对吧 生生不息 代表生命 但是活生生的母牛 要被宰杀 接下来被焚烧 对吧 宰杀就已经代表死亡了 这个焚烧是死亡的死亡 对不对 你把整那么一头牛 把它焚烧成为一小堆的灰烬 对不对 你想一个人死了 你至少能看到尸体 你把尸体烧成灰 你连人的尸体都看不见 代表一种什么 万念俱灰 对不对 代表死亡的死亡 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死亡 但是恰恰是死亡的灰烬 可以让一个代表死亡的 不洁净的人 重新变得洁净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死人复活 对不对 所以说红母牛的诫命 是关于死人复活的概念 好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拉比的经典问题 为什么红母牛的诫命 被称为土拉的奥秘 就是红母牛的诫命 被称为土拉的诫命 开一篇的三个单词 Zoiz, Hukas, Hatra 这个Hukas可以把它理解为奥秘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红母牛的奥秘 是真本土拉的奥秘 红母牛的奥秘 是死人复活 真本土拉的奥秘 就是讲死人复活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如果你考察数字 Zoiz, Hukas, Hatra 这就是土拉的奥秘 或者说这就是土拉的诫命 这三个单词的数字等于 1352 正好 是Tao, Tehiya, Hameisin 死人复活的甘露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在以赛亚书里边 专门提到了死人复活的甘露 那么死人复活的催化剂 是一种神秘的甘露 这个西伯来文叫Tao Tao, Tehiya, Hameisin 死人复活的甘露 的数字1352 正好等于 Zoiz, Hukas, Hatra 所以说真本土拉的奥秘 就是死人复活的奥秘 红母牛的奥秘 是关于死人复活的甘露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发展 拉比的经典解经 拉比的经典解经说 红母牛不能够交配过 这什么概念 叫童女 这是处女 对不对 童女 那你说开玩笑 如果这个红母牛是个童女 那为什么拉比的另外一个 经典解经说 红母牛是牛犊的母亲 如果你是童女 你怎么可能做母亲 对不对 你说这个拉比这个研究 这个妥华几千年了 怎么得出这么一个荒谬的结论 两个经典解经 都是被拉比接受的 首先这个红母牛 必须是童女 处女 没有交配过 但是拉比的标准解经说 红母牛 他的儿子是牛犊 那么这个问题 你说OK 我们能不能把它说得更直白一点 童女 难道可以生儿子 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这才是真正的悖论 这个拉比界是不接受童女可以生子的 但是基督徒 这个每个基督徒 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第一步 是童女生子 整个拉比界最不能够接受的 是童女生子 但红母牛的戒命 但红母牛的戒命 却在给我们暗示 童女生子的悖论 简单自面成童女是不可能生子的 你没有种子 你哪里生儿子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的悖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察数字 相当令人震惊 那童女生子的西伯来文 标准表达方式怎么写 Vateled 哈Besula Besula童女 Vateled 她生子 这个标准的词组 它的数字 是888 正好 是纳弥赛亚的展开的数字 哈马西亚 什么意思 童子 或者说童女 当然不可能生子 但如果童女一旦生子的话 她生下来的儿子 只可能是弥赛亚 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路 就被理清楚了 我们通过拉笔解经 得出了一个结论 童女可以生子 红母牛 代表的是童女 玛利亚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 这个红母牛的年龄 有没有什么规定 对吧 托拉是没有规定的 所以说我们只有考察 拉笔传统 那么拉笔传统里边 最经典 最权威的解经叫Mishnah Mishnah里边 专门有一个篇章叫 Para 母牛篇 那么如果你到母牛篇 你去读这个母牛篇 母牛篇开篇 怎么记载 拉笔埃里埃尔 说 Egla 母牛读 不能超过一岁 母牛 Para 不能超过两岁 但先则裁定说 母牛犊可以超过两岁 红母牛可以是三岁或四岁 拉笔 梅尔说 五岁也可以 但他已经太老了 他们也不会等那么久 因为害怕他长出黑毛 变为 不适宜 这是Mishnah Mishnah是拉笔的权威解经 那么这个地方就给出了年龄 给出了什么年龄 给出了什么年龄 但不单单给出了年龄 还给出了两个单词 两个概念 一个叫 Egla 叫母牛篇 一个叫 Para 母牛 那么母牛篇的话呢 不能超过一岁 母牛不能超过两岁 这是拉笔的定义 因为这个母牛犊 对吧 一般九个月就可以生产 对不对 那么生产以后 这个母牛犊就变成了母牛 对吧 那么这个母牛和母牛犊的区别是什么 是有没有生过宝宝 如果你还没有生过宝宝 你叫童女 那么这个西伯来文叫 Egla 对吧 叫 这个如果是这个 这个英文的话叫Heifer 对吧 中文叫牛犊 对吧 但是你要叫母牛犊 因为牛犊有两种 公的和母的 对吧 公的叫Ego 母的叫Egla 对吧 加一个He 所以说如果你说Egla 那叫童女 对吧 没有生产过的童女 如果他生了宝宝 就不能叫Egla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Para 叫母牛 对吧 所以这两个单词的区别在于 你有没有生过宝宝 那么在Torah里边 把它称为Para 对吧 叫母牛 暗示不是童女 对吧 因为你生了宝宝就叫Para 你没有生过宝宝叫Egla Torah把它称为Para 但拉比传统却说 这个不是Para 这是一个Egla 所以说拉比姐经认为 这个地方是没有生育过的母牛 是一个母牛犊 这又是一个悖论 对吧 究竟有没有生过宝宝 对吧 这个Torah仿佛在暗示 这是生过宝宝的 但是你拉比姐经说 他没有生过宝宝 对吧 那么所以说换句话说 你说这头牛究竟是不是童女 那么令人震惊的事 令人震惊的事 你去计算这两个概念的数字 母牛读的西伯来文叫Egla 红母牛的西伯来文叫Para Aduma 两个概念相加等于443 正好是童女的数字 童女的西伯来文叫Besla 443 相当令人震惊 什么意思 从这个的一番 我们就证明了 拉比的姐经是正确的 对吧 尽管这个经文的简单字面 承认是生过宝宝的母牛 但其实是没有生过宝宝的 童女流毒 对吧 从这个数字就证明了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你就发现了这个地方的水太深了 简单自明成 他生过宝宝 但实际上没有生过宝宝 就说究竟他有没有生过宝宝 说不清楚 叫什么 叫李不清 对不对 这个越理越乱 就好像今天这个玛利亚究竟是不是童女 这个基督徒说是童女 犹太人说不是童女 越扯越混淆 但结果是童女 对吧 所以说玛利亚是童女 对的是母牛毒 但你说这个玛利亚她怀孕了 又怎么可能是处女 对不对 这是一个悖论啊 对不对 你如果是童女 你怎么可能怀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鸿母牛是一个Hulk 搞不懂 超越了人的逻辑思维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怀孕呢 就意味着要生子 在生子之前必定有生产的疼痛 令人震惊的死 玛利亚生产疼痛 希伯来文 Miriyan Hivla 的数字 335 正好是鸿母牛的数字 Para Aduma 相当令人震惊 对不对 如果鸿母牛代表玛利亚 那么鸿母牛的灰就代表定十字架的耶稣 为什么 因为宰杀和焚烧对应的是定十字架的苦难 而这个苦呢 生动的描述在诗篇69篇里边 那么诗篇69篇被新约圣经大量的引用 那么证明诗篇69篇里边的这个我 是耶稣基督以第一人称在做见证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引用几节经文 比方说 诗篇69篇第四节 他们无故恨我 那么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里边出现 诗篇69篇第九节 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这个经文被引用在约翰福音2章17节 诗篇69篇第九节 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引用在罗马书15章第三节 诗篇69篇21节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引用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对不对 耶稣受难之前 诗篇69篇22节到23节 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的面前变为罗网 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击坎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 被引用在罗马书11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诗篇69篇25节 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畅 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 被引用在《死座行传》1章20节 好 接下来我们考察 四篇69篇最后一节经文的西伯来文 四篇69篇最后一节经文第36节 希伯来文 V'Zedra Avadav Yanghanuha 他仆人的后裔 要承受产业 V'O'H'V' 爱他名字的人 Yanghanuha 要住在他的中间 接下来如果你研究西伯来文 你会发现 首先经文里边的他要居住 Yanghanuha 的数字 是386 正好是耶稣的数字 他要居住是谁居住 耶稣 其次 经文里边的 Avadav Yanghanuha V'O'H'V' Shi Mo 他仆人 承受产业 爱他名的人 这四个单词的首字母 正好拼出 耶稣的名字 对不对 那么从 这个西伯来文 就给我们暗示了 这里边讲的 我 是指耶稣基督 更令人震惊的是 如果你计算 这四个单词的数字 它等于 571 正好 是母牛的 灰 的数字 母牛的灰 Ephel Hapara 571 正好等于 Avadav Yanghanuha V'O'H'V' Shi Mo 他仆人 要承受产业 爱他名的人 再次给我们证明 红母牛的灰 代表的是 耶稣基督 好 接下来我们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继续分享 好 刚才大家休息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红母牛这条诫命 红母牛这条诫命 出现在民宿纪十九章 那么民宿纪十九章 连接以色列人走旷野的第二年 和第四十年 因为可拉背叛是在第二年 而米利安去世 是在第四十年 所以说 有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出来了 红母牛的诫命 究竟是什么时候给出来的 那么红母牛的诫命 很显然 不是在可拉背叛 和米利安去世 这个时间段 之间给出来的 很显然不可能 为什么 甚至在可拉背叛以前 对吧 就是说 因为在此期间 甚至在可拉背叛以前 有很多人去世 这就意味着有很多死人 这就意味着有很多死尸 尸体需要人去处理 那么人去处理这些尸体以后怎么样 就变得不结晶了 如果不结晶的话 就意味着不能献祭 不能吃祭物 对吧 还有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约瑟的棺材被抬出来了 那叫死人 抬棺材的人 就变得不结晶 不结晶就不能够过预约节 对吧 所以说才给出了第二个预约节 这个 正月十四 第一个预约节 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预约节 那么 二月十四 可以过第二个预约节 那你说 为什么 这个第一个不能过 第二个不可以过 因为在此期间 给他撒了红母牛的灰 对吧 所以说 红母牛的诫命 必定是神给出的最早的诫命之一 不可能是这个后来才给 对不对 因为陀罗里边记载的诫命 也好 事件也好 不一定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的 这是一个拉比的这个经典的领事 对吧 所以说红母牛的诫命 必定是最早给出来的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献祭 能够在矿业里边 继续 那么按照拉比的经典解经 这是Rashi 神给出红母牛的诫命 是在马拉苦水 是在马拉苦水变甜以后 那么具体是下面的经文 那是在马拉苦水变甜以后的诫命之一 那么水就变甜了 那么在这在那里 他就给了他 给了什么 Hulk 和Mishpat 看到没有 给了两类诫命 一个叫Hulk 一个叫Mishpat Hulk是没法明白的诫命 Mishpat是可以明白的诫命 对吧 那么 但是在这个地方 土耳并没有调明 给出的Hulk 是什么Hulk 那么拉比的标准解经 这个地方的Hulk 是红母牛的诫命 对吧 所以说 红母牛的诫命 最早给出来 是过红海以后 以色列人没有水喝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给出来的 你说既然如此 为什么红母牛的诫命 偏偏要记载在 米迪安去世以前呢 对不对 明书记 这个十九章 记载了红母牛的诫命 明书记二十章 马上告诉我们 第四十年 第一个月 米迪安死了 米迪安一死 就没有水喝了 喝水危机 那比怎么解经 盘石出水 是因为米迪安的功德 米迪安一死 那盘石当然就没有水喝了 盘石如果不出水 就没有调红母牛灰的活水 对吧 或许 这就是为什么 Torah 要将红母牛的诫命 和米迪安去世 放在一起的原因 对吧 有这个红母牛的灰 但却没有水 那没有用 对吧 这个配方要线调 不可能先调起来的 这个红母牛的灰 和这个水 不可能这个一直这个调和在一起的 对吧 这个水和这个灰是分开的 只有在用的时候 你才开始调 对不对 你现在这个米迪安一死 这个没有水了 那你怎么调 这个第四十年 仍然有人要死 对吧 就意味着仍然会有人去碰死丝 就叫埋葬人了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没有水了怎么办 那么这个米迪安的西伯来文 Miriam 就是玛利亚 对不对 这个玛利亚和米迪安的西伯来文 是同一个单子 对吧 在旧约圣经把它翻译成叫米迪安 新约圣经把它翻译成叫玛利亚 那么同一个名字 Miriam的意思是苦水 或者说苦海的意思 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 进入旷野三天找不到水喝 在玛拉遇到了苦水 摩西把一棵树扔进去 苦水变甘甜 有了水喝 对吧 所以说这个玛拉 红母牛 米迪安 玛利亚 这些概念被交织在一起 很显然不是巧合 托拉是在暗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以色列人来到玛拉苦水以前 托拉告诉我们 米迪安带领众妇女 鸡鼓歌唱 对不对 生龙活虎 对不对 然后 玛拉苦水 那么在记载 红母牛的诫命以后 托拉马上告诉我们 米迪安给死了 对不对 而玛拉苦水 恰恰是神给出 红母牛诫命的地方 你说开玩笑 很显然 托拉在暗示这些概念是相通的 而且是个镜像 对不对 先是这个米迪安 生龙活虎 然后是苦水 接下来 红母牛的诫命 玛拉这个米迪安就死了 对吧 这是个镜像对称 对吧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如果你考察数字 玛拉加上红母牛的数字 等于580 它的平均数除以2 正好等于290米迪安的数字 而米迪安和玛利安是同一个名字 对吧 玛拉红母牛 米迪安 玛利亚 同一个概念 对吧 红母牛的数字 Para Aduma是335 玛拉的数字 玛拉245 两个数字 只差90 正好是水的数字 玛严 红母牛的灰需要水 以色列人到了玛拉 买院没有水 红母牛的诫命出现在米迪安去世 的时候 以色列人再次没有水喝 米迪安玛利亚的意思是苦水 所有这些概念 都是相通的 好 是加底斯 对不对 玛拉和利非定水光出现在很接近 都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个月 刚刚出埃及以后没有水喝 神吩咐摩西在利非定用葬击打磐石 盘石出水 盘石出水一喝就是四十年 对不对 那么四十年以后在家底是再次出现水荒 没有水喝了 那么神吩咐摩西向盘石说话 摩西却偏偏偏偏偏偏偏用葬去击打磐石 磐石再次出水 但摩西却因为违背了神的诫命 不能进入迦南地 对吧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提了几千年了 这个磐石都在出水 这个第一次你可以击打 你第二次不能击打 为什么 对不对 第二次你要给磐石说话 磐石让磐石听你说话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可以再大概把它反过来问 为什么第一次磐石需要击打 第二次磐石 需要聆听 对吧 因为你给他说话了 这需要他听 对吧 磐石有耳朵 你要给他说话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么 这个 接下来我们以色列渔民的解析 对吧 这是以色列渔民的解析 首先我们要 先建立 这个磐石是什么概念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的解析 这是保罗的解析 这是保罗的解析 保罗的解析 保罗怎么解析 保罗说 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磐石耶稣基督 那么 但是 如果你去考察 希伯来文圣经 你会发现 这个两次出现的磐石 它的希伯来文是不同的 磐石第一次出现叫 初尔 位于何列山 何列山是明受托拉的希伯来山 在《初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 看我要站在何列的磐石那里 在你们的面前 从他要出水 百姓要喝水 百姓要喝水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倒没有这个希伯来文 没有把这个长老 用出来 把这个地方把它删掉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 这个托拉告诉我们 这个第一次出现的磐石叫 初尔 希伯来文叫初尔 那么第二次出现叫 名书记二十章第十一节 摩西把他的手举起来 用他的杖击打磐石 有大量的水流出来 这个地方是大量的水 这个深处和这个会众 那么都喝了水 第二次出现的这个磐石的 希伯来文叫 这个细节你翻译没有翻译出来 也不可能翻译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次出现的磐石 叫初尔 第二次出现的磐石 叫 谁了 第一次 可以击打 第二次 不能击打 必须向他说话 为什么 那么如果我们考察 这个 这两个单词 你会发现 拉比有一个经典的亚兰文版本的 陀佛的翻译叫 Targum Unculus 这是相当经典的 所有的翻译都是解经 很多时候拉比要解经 他要去查考亚兰文的翻译 因为翻译是一种解经 那么如果你考察这个亚兰文的翻译 他把初尔翻译成 Tinara 将塞拉翻译成 Kepha 那么这个地方 就被我们以色列渔民给发现了一个奥秘 Kepha 这个Kepha是彼得的名字 对不对 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基法 Kepha 对吧 这个如果把这个Kepha 把它翻译成希腊文 就是彼得 开玩笑 这个和彼得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那么在约翰福音一章42节 有这么一节经文 耶稣给西蒙改名字 称他为基法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拉的儿子西蒙 西蒙就是喜梦 把这边改成喜梦算了 很多人要不然就看不懂 西蒙喜梦一个概念 叫西蒙 你要称为基法 什么意思 耶稣称西蒙为磐石 Kepha 就是磐石啊 而西蒙 喜梦的意思 是听 对不对 喜梦 是听的意思 对不对 开玩笑 托尔里边说 这个磐石要听 不能打 耶稣给听取了个名字 叫磐石 就是彼得 相当利用正经 喜梦 喜梦 对吧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做以下的解析 两次磐石 它的概念是不同的 第一次需要击打的磐石 代表耶稣 代表米赛亚 第二次需要聆听的磐石 代表耶稣的门徒 对吧 耶稣的门徒的老大是谁 是彼得 对不对 这个彼得是所有的门徒的领头羊 而彼得 就是磐石 他又叫喜梦 听 所以说第二次需要聆听的磐石 代表门徒 第一次击打磐石 刚刚出埃及 门徒刚刚得救 击打磐石 代表耶稣基督 定十字架受赖 得救的第一步 对不对 是定十字架 所以说第一次击打磐石的经文 提及在长老面前 看到没有 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 大家可以看评论 而由于马达尔摩西 耶和华对摩西说 阿卧尔 你腹内 哈安 从老百姓面前走过去 你这个地方提到了长老 但是却要在百姓面前走过去 什么叫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要绕过百姓的面 也就是说第一次击打磐石 是在长老面前击打磐石 没有在百姓面前 百姓没有看见 因为经文说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绕过去 对不对 阿卧尔 在百姓面前绕过去 在长老的面前击打磐石 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被定罪 首先是以色列的工会 长老 才定耶稣有罪是在长老面前 对不对 这个百姓是后来才知道的 对吧 但知道以后也在起哄 对不对 但首先是长老 犹太工会 对不对 所以说很明显 这个地方给我们暗示了 第一次击打磐石 是定耶稣上十字架 所以说要击打 在长老面前 那么 OK 弥撒亚被击打 弥撒亚被定十字架 那他的门徒相信他死里复活 得救了以后怎么样 开始走四十年的旷野 四十年走旷野是信心的操练 代表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怎么样 学习托儿 那么如果你刚刚出埃及 你是一个吃奶的幼稚期 你走了四十年以后怎么样 你就成熟了 成为吃肉的成熟期 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就成了神的磐石 对不对 那么 教会的根基是耶稣 磐石 在磐石上面建造神的教会 也是磐石 对不对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 他为什么要提彼得 因为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 一方面教会是建立在耶稣这个磐石上 但另外一方面教会是建立在门徒上 门徒这个磐石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指的是门徒的磐石 第二次出现的磐石 所以说 当第二次出现磐石的时候 明确的告诉我们 在百姓面前说话 并没有将以色列的长老单列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磐石是针对门徒 针对老百姓 大家看评读 明书记二十章第八节 这是第二次磐石 拿着你和你的哥哥亚伦 你和你的哥哥亚伦 招联业谁 招聚的是会众 看到没有 第一次招聚的是谁 第一次招聚的是长老 第二次 招聚的是会众 会众就是教会 对不对 接下来怎么样 对着磐石说话 在他们的眼前 就会给出水 看见没有 第一次是出水 这个地方叫给水 给出水 他要给出他的水 那么第一次击打磐石 是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击打 就是将他的名字图抹 对不对 经文里边的你要击打磐石 这磐石必有水流出来的数字是1078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 对不对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边 必有水流出来的数字 等于什么 1078 正好是 Masihach Masihach 耶稣 说话 什么叫说话 说话代表什么 代表讲授托拉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在说话 当我现在在给你们讲授托拉的时候 我就是在给磐石说话 磐石就是你们 磐石就是我们 磐石在听托拉 对不对 那么经文 你们要向磐石说话的数字 是七百三十七 正好是 Shimon 是击法 磐石是击法的数字 大家看评论 Vedibartem Elhasena 你们要向磐石说话 Shimon Kefa Sena Kefa 磐石 是击法 Shimon 是击法 为什么向磐石说话 代表讲授托拉 这个西伯来文叫 Vedibartem 和下面经文的一个关键词 Vedibartabang 是同一个单词 你要谈论他们 你要谈论他们 是什么词托拉 生命纪六章第七节 相当有名的经文 Vedibarta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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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因勤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都要说话 说什么 说托拉 那么这节经文 是犹太传统 最重要的祷告文 什麽的一部分 对吧 取之于 生命纪六章第七节 这是什麽 祷告文的一部分 什么叫什麽 什麽 就是听的意思 什麽 什麽 对不对 西蒙 西门 什麽 什麽 听 听啊 以色列 什麽 以色列 听啊 以色列 听 是学习托儿 对不对 所以说 门徒的生命 是通过听 对吧 这就是下面经文的意思 罗马书 十章 十七节 可见 听道 可见 信道 是从 听道 来的 听道 是从基督的话 来的 门徒的生命 成长 的关键 在于 听道 在于听道 所以为什麽 我们每个星期 都在 向磐石说话 因为磐石 需要听道 两次出现 磐石的 数字之和 是 四百六十六 正好是 西蒙的数字 相当 令人震惊 西蒙 数字 四百六十六 正好是两次 磐石的数字 两次磐石的 平均数 四百六十六 除以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三十三 正好 是生命数的数字 X和海银 X和海银 是生命数 生命数 就是陀佛 所以说 第一次的磐石 是弥赛亚 弥赛亚 是生命数 是陀佛 第二次的磐石 是门徒 为什麽 因为门徒 学习弥赛亚的陀佛 神的陀佛 就成了人的陀佛 但神的陀佛 成了人的陀佛 这就是生命数的果子 几打磐石 代表苦难 弥赛亚的死命 就是承担 世人的苦难 所以说 第一次磐石 要击打 但聆听 托拉的门徒 他既然遵守了 神的寄命 就不应该 再经历苦难 所以说 摩西不能够 第二次击打磐石 因为第二次的磐石 代表的是门徒 所以说 摩西在去世之前 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说 在祝福以色列的 这个祷告文里边 有这么一些经文 生命纪 三十二章 十三节 他要从磐石里边 吸蜜蜂蜜 从磐石里边吸蜂蜜 开玩笑 磐石出水 神迹就够大了 你现在还要从磐石里边 给我吃蜂蜜 而西门 美好蜜 出我 从坚硬的磐石 给我吸油 你说这个磐石出水 不但磐石要出水 还要给我出蜂蜜 还要给我出油 如果你考察这节经文 你会发现出蜂蜜的磐石 这西伯来文叫 塞拉 对于我们 刚才分享的第二次出现的磐石 摩西不能击打的磐石 那么这个磐石 这个摩西最后总算领悟到了 这个磐石不单单可以出水 还可以出蜂蜜 而经文里边翻译的尖石 坚硬的石 它的西伯来文叫 粗尔 对应的是第一次出现的磐石 摩西可以击打的磐石 那么摩西告诉我们 这个第一次出现的磐石 以色列人可以从里边吸油 什么意思 那么油 西门 在土耳里边 总是代表橄榄油 橄榄油是怎么来的 橄榄油必须要通过挤压和击打 那么橄榄果子才能出油 橄榄油代表的是土耳的奥秘 只有当弥赛亚受难以后 它才能释放出来土耳的奥秘 所以说从弥赛亚这个磐石里边 通过苦难 会出油 橄榄油 所以说这个磐石需要击打 正如橄榄油 必须要通过击打 才能流出来 但是蜂蜜来自于哪里 蜂蜜来自于蜂房 蜂房不需要击打的 而且不能把这个蜂房给击打碎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成熟了 这个蜂蜜自然就流出来了 所谓的水到去成 门徒学习土耳的奥秘以后 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甜蜜和喜乐 这就是我们以色列渔民学习土耳 我们今天学习土耳能够体会到土耳就是蜂蜜 是甘甜 是甜蜜 是喜乐 我们也不需要经历人生的苦难 因为弥赛亚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苦难 我们只要能够学习遵守 自由体温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 自由体温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犹太人的婚礼 你给具体说说 比如时间选定 是否喝酒 那么犹太人一般选择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第三天 对 一般是第三天 第三天 那就是星期二 等一下 第一天是星期天 第二天是星期一 第三天是星期二 对的 是周二 一般是周二结婚 周二一般举行婚礼 为什么呢 因为周二就是第三天 在土耳里边 神说了两次 所以说是最吉利的日子 第二天 不是 第二天 星期二 第三天 最吉利的日子 最适合结婚 是星期三 那么是否喝酒 那当然要喝酒 对不对 这个不喝酒 怎么会有喜乐 对不对 任何一个喜乐的日子 都要喝酒 对不对 你不喝酒 你就没有喜乐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亲友去世以后 是否可以点蜡烛 烧香和烧纸 那么烧香和烧纸的话呢 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 不符合土耳 对吧 点蜡烛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点蜡烛 这个蜡烛的火焰 代表人的灵魂 这是可以的 对吧 烧香和烧纸的话 那么这个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传统 对吧 烧纸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给阴间给他钱花 这个这个 这没有任何土耳的依据 下跪磕头 是否符合土耳的原则 那么下跪磕头 这中国人的传统 对不对 那么中国人的传统 这个喜欢给这个长辈下跪磕头 这个土耳倒没有 这个规定 对吧 那么这个不作为最好 对吧 不作为最好 但如果你说呀 这个要引起这个亲友的一些猜疑等等 这就你个人掌握了 但是呢 对吧 这个很多中国的传统 他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 那么都要 避免 对吧 都要避免 以色列人的葬礼我倒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葬礼 但是呢 这肯定是土葬 不能够 这个火葬 对吧 因为这个土葬的话呢 是不允许火葬 是不允许火葬的 是不允许火葬的 因为火葬把人烧成灰烬 对吧 那么土葬的话呢 是穿好衣服 放入土里 等待死人复活 下面一个问题 路德福音十六章第三节 那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 出地呢 武力 讨饭呢 怕休 我知道怎么行 好让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 接我到他家里去 于是 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来 问头一个 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说 拿你的杖 快坐下 休息 主人就夸奖 这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较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接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账墓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请问 为什么这个不义的管家 还得到主人的赞赞 称赞 好 那么这个比方 它要教导我们的 最关键点 是在于 现在世界 和将来世界 的关系 现在世界 和将来世界的关系 那么我们 每个人 在现在世界 今天世界 走这么一回 活这么几十年 它真正的目的 是预备我们 将来世界 现在世界 只是进入将来世界的 一个门槛 一个过道 一个通道 你怎么样 在现在世界 去行 将决定 你在将来世界的 赏赐 在现在世界 你的所有的 拥有 都是神给的 对不对 没有一样是因为你自己的聪明 能力 得来的 不管你是亿万富翁 还是中产阶级 对不对 还是贫下中农 还是穷人 你的所有的财产 都是神给你的 我们每个人 其实 在今天 这个世界 都是神的管家 都是神的管家而已 对不对 你家里边 有亿万的财产 那个财产 其实也不是你的 那是神的 你是个管家 托管 你家里边穷的 揭不开锅 你也是神的管家 只不过你管的东西 少一点而已 对不对 你怎么样去管理 这些财产 将决定 你在将来世界的赏赐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地方的主人 代表的是神 照顾主 管家 是我们每个人 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怎么样去管 管理 神给我们的财产 就是这个比方 要告诉我们 所以说 这个管家说 主人持我 不再用我做管家 意思就是说 我即将要离开 这个世界 我要进入将来世界了 对吧 所以说 他说 我将来做什么呢 我在将来世界 有什么赏赐呢 除力无力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 在今天这个世界 我活了一辈子 我没有任何行为 好的行为 对吧 我没有行出神的戒命 所以说 除地我没有力量 没有力气 讨饭呢 我怕修 我既没有凭自己的努力 去赠我的功德 我也不能够白白地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在这个世界 他不能够转换成将来世界的功德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耕地代表做工 代表行出神的戒命 讨饭代表白白地承受神的恩典 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对吧 所以他说 我两条路都走不通 我既没有行出神的戒命 这个积攒我的功德 我也不愿意白白地拿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得救 但是不能够给我们将来世界的赏赐 赏赐是做工 对吧 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对吧 所以说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 用财产 去换取功德 这个财产说白了是神给的 对不对 所以说 首先 他赦免 欠债的人 赦免欠债的人 会积攒功德 但你说开玩笑 这个欠债难道不能还吗 不错 按照Torah的公义 欠债 必须要还 但如果你赦免 欠债的人 就是你的功德 对不对 他就赦免了 人欠他的债 那么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是什么 在今生今世 有很多人 伤害了我 对吧 欠下了债 有很多人 借了我的钱 也没有还 欠了我的债 但是 这些人伤害我 难道 不是神的设计吗 对不对 神设计了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赦免他 对不对 所以说 表面上看 我是在花 主人的钱 给自己 给功德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 是神的管家 新生今世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哪一件事情 不是神的设计 对不对 所以说 当我们学会赦免 我们是在积攒功德 对不对 表面上看 这个管家 不义 为什么不义 因为按照Torah的公义 你借了一块钱 你必须要给我还一块钱 你伤害了我的眼睛 我要挖下你的眼睛 你伤害了我的感情 我要伤害你的感情 那叫什么 那叫 以牙还牙 以眼还牙 这叫公义 公义 不能给你功德 扯平了而已 欠借还债 杀人偿命 那个你没有功德的 对不对 那叫公义 但如果你学会了赦免 这个赦免 就会成为你的功德 所以说这个主人 就夸奖不义的仆人 很聪明 对不对 很多光明之子都不如你聪明啊 什么叫光明之子 每天学Torah的 每天学Torah 有的时候会变得斤斤计较 逾法的字句 我要公义 我要公义 但这个仆人 他不学Torah 他却学会了赦免 那么赦免会给他功德 对不对 他所用不义的钱财 结交的朋友是怎么样 是赦免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钱财无用的时候 将来世界 在将来世界 你的钱财没用的 对不对 你是亿万富翁 到将来世界里面 你一文不值 在将来世界 真正值钱的 是你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帐篷里 永生 将来世界 对不对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大事也忠心 最小的事上不易 大事也不易 就这个意思 下面一个问题 第一个预约节 不接近不能过 第二个预约节 允许再过一次 下面一个问题 神给摩西的总结 在神全家 是尽忠的 为什么 他却击打 第二次击打 磐石 违背神的吩咐 导致他 不能进 迦南美地 但其实 你们这个解经太多了 各种解经 有的解经认为 摩西是故意打的 为了救百姓 牺牲自己 对吧 就全部以色列 汇众 这是一种解经 这也有道理 第二种解经 这个摩西已经注定了 不能进 迦南地 对不对 甚至在十个探子 以前 两个先知就已经发预言了 摩西不能进去 摩西注定了 要击打磐石 第三个原因 神的 这个 吩咐摩西 这也不明确呀 他首先让摩西 去拿那根杖 然后叫摩西向磐石说话 并没有告诉摩西 向磐石说什么话 如果你是摩西 你怎么想 首先我不知道 给磐石该说什么 神又让我拿上杖 拿杖干嘛 对不对 这很混淆啊 对不对 摩西搞不懂什么意思 对不对 第一次击打磐石出水了 第二次说让我给他说话 说什么你也不告诉我 然后你叫我拿上杖 对不对 这个并不是摩西 故意犯罪 是摩西 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神的这个命 这个这个诫命也是 默认良可 就好像很多诫命一样 默认良可 对吧 就好像新约圣经里面 很多东西 默认良可 很多基督徒搞不懂 该不该吃猪肉 说不清楚 对吧 你说哇 基督徒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虔诚 干嘛 这个不遵守神的诫命 这个也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新约圣经 写的默认良可 你让我们这些基督徒 如果不学习 不回归头 他也不可能知道 对吧 他觉得可以吃猪肉 对吧 所以说 很多时候神故意 给你默认良可 对吧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晴 下面一个问题 撒末尔把一只吃奶的羊羔 献于耶和华 做全身的反击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 就应允 为什么是吃奶的羊羔 他将他们所求的 吃给他们 却让他们的心灵软弱 什么意思 好 那么吃奶的羊羔的话 就是很小的意思 对不对 越小越无辜 对不对 为什么献羔羊 对不对 羔羊代表无辜 对不对 越小越无辜 越可怜 对不对 献祭就是很可怜的 很残忍 很可怜 没有罪的羔羊 给献祭了 为什么 因为人的罪 越无辜 说明人的罪越大 对不对 如果人不犯罪 就不会献祭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从你献的祭 就能反映出人的罪性 第二个问题 将他们所求的 赐给他们 却让他们的心灵软弱 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每天都发生 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 迫切地祷告 神会应允 应允他们 但其实应允他们 不一定好 因为很多时候 人不知道自己 当求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应该求那个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可能是错误的 神不应该给我们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太迫切了 怎么办 神也没办法 给你吧 但是最后 吃亏的是你自己 因为人不可能知道 人不是全知的 只有神是全知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 OK 你说我的儿子考大学 我想神 迫切地祷告 神啊 你要让他考上大学啊 万一这个考上大学 对他并不好怎么办 有可能啊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的 对不对 每一个人有命定 对不对 有可能你的儿子的命定 就是不上大学 但是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说哇 我迫切地祷告 我每天我要进食 三个月祷告 神看他没办法了 本来我给他有安排的 要做其他的事情 你这么迫切地祷告 怎么样 我就应允你 但是最后 其实 所以说祷告 要适可而止 对不对 因为我们 知道的有限 如果你祷告一个东西 老是不给你应允 那很显然神是 神在告诉你 你祷告的 对你不好 对不对 就好像 一个小孩在父母面前 要恳求他 啊 我一定要怎么样 哎呀让我去看这场电影吧 让我去看这场 这个父母说 这个电影对你看得不好 但是这个儿子不管了 我迫切地祷告 祈求 这个父母一看完 也没办法 怎么样 那就让他去看一下 结果回来做噩梦 电影太恐怖了 回来就做噩梦 那么你自己 这个噩梦是你自己 找的 如果你听你父母的话 你不去看电影 不就行了吗 对吧 我太迫切了 对吧 就好像我们祷告一样 我祷告 我一定要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东西其实对你并不好 神说这个对你不好啊 但你老是在那个地方祷告 对吧 你要禁食三个月 那怎么办 神说OK 那算了 我就让你去吧 下面一个问题 基督新父 是不是回归 陀佛的基督徒 建立在盘石上 可以这样理解 对不对 因为耶稣就是陀佛 你废掉了陀佛 你不会把耶稣基督给废掉了吗 为什么生命在雪里 输血是否符合陀佛 输液把药打进雪中 符合陀佛吗 为什么生命在雪里 那么这个地方的生命叫 翻译把它翻译成生命 叫Nephes 你的灵魂的最低层在雪液中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很简单 任何两个矛盾体 必定有一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 必定具备两个矛盾体的 部分的属性 灵界和物界是两个矛盾体 在灵界看不到物界 在物界看不到灵界 这是两 中间有一道鸿沟 那么 它的中间地带是什么 灵魂的最低层 和身体的最高层 就是中间地带 也就是说 最接近身体的是灵魂的最低层 最接近灵魂的是身体的最高层 灵魂的最低层是什么 是Nephesh 身体的最高层是什么 是血液 对吧 所以说这血液就成了灵魂与身体 发生接触的中间地带 所以说人的灵魂最低层在血液里边 Nephesh 在血液里边 第二个问题 输血是否符合土耳 土耳并没有禁止你输血 土耳没有禁止你的 你就不要去自由发挥 对啊 很多基督徒 比方说基督教有一个叫什么教派 是耶和华见证会还是哪个会 他们就有一条奇怪的哈拉哈 认为不能输血 令死不屈 这要走极端 令死不屈 我令死也不输血 那叫走极端 这叫疯狂哈拉哈 对啊 这不学土耳的结果 土耳告诉我们有病要看病 你说这个病是神给的 医治在于神 我不要看医生 你前半部分是对的 后半部分是错的 不错 这个病是神给的 这个医治来自于神 但是土耳说你要去看医生 对不对 出埃及记 Mishpatim里边 专门有一节经文 对吧 纳比说如果没有这节经文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 要不要看医生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节经文的话呢 这个得病的真的不用看医生 但因为在土耳里边说 你必要得医治 这个地方的这个西伯来文 说你要去看医生 得医治 那比如说OK 人生病要看医生 对吧 所以说这个医生 这个职业相当不错 这个病是神给的 这个医治也是神给的 这个医生就收钱了 对吧 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收钱 那没办法 土耳这样规定的 这纳比的逻辑 对吧 这个人 这个康复和医生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全是神的医治 但是呢 土耳说你要去看医生 那就看医生 对吧 为什么 因为神通过医生 来医治 这个意思 对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是最有名的一个 拉比态道之一 同时也是个医生 对吧 他也是个医生 那他有一句名言 怎么说 当你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你要认为 所有的疾病 的医治 都靠我这双手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治病 仿佛所有的重担 所有医治的重担 都在你的肩上 你要以最好的医术 去给病人看病 看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 他的康复与否 和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全在神的手里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当你要去看病的时候 你必须要相信 所有的医治 来自于医生的那双手 当你看完了 并离开了医院 你必须要知道 你康复与否 和医生 和医院 和那个药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全是掌握在神的手里 所以说输血 是否符合 土耳 当然符合土耳 但耶和华 见证会说 我令死不输血 这叫奇怪哈拉哈 对不对 奇怪哈拉哈 下面一个问题 书也把药打进血中 符合土耳吗 土耳没有任何地方 禁止你将这个液体 打入血中 土耳唯一禁止你的 是不准吃血 这是土耳禁止你的 土耳在哪个地方 说你不能将药水 打入血液 没有 没有就是允许的 下面一个问题 基督教传统解释 因为摩西代表律法 耶稣代表真理和恩典 人靠耶稣基督恩典得救 不是靠行律法 所以摩西注定进不了家了 他的使命 就是颁布神的律法 唐老师怎么看待 很简单 律法是谁给的 神给的 摩西只是个仆人而已 那个律法和摩西半毛钱没关系 那是神给的 耶稣基督是谁给的 神给的 都是神给的 这个律法也是来自于神 恩典也是来自于神 这个律法就是真理 神给的律法 神给的律法难道不是真理 源头都是神 对不对 都是神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什么叫道成肉身 托拉成了人 教导你怎么样去遵守托拉 告诉你托拉就是爱 律法的总结就是爱 对不对 摩西注定进不了迦南 这个的确是注定的 但是它的代表是什么 这真正的含义 什么叫迦南 迦南地 就是以色列地 以色列地 代表产业 代表将来世界 代表迦离年 对不对 那么律法 摩西律法 当然不能够进入迦离年 摩西的律法是针对 现在世界六千年 当然不会进入迦离年 迦离年是新的托拉 所以正确的理解 是不同的托拉 摩西的托拉 和耶稣的托拉 它的简单字面成都是一样的托拉 它不同在哪里 不同在于怎么样去领受 对吧 所以说 摩西的托拉 叫托拉 来自于西来山的托拉 耶稣的托拉 叫托拉 来自于西安山的托拉 以色列书第二章 对吧 其密养 提提托拉 因为托拉 必从西安山出来 你说开完 这个托拉不是西来山吗 对了 西来山的托拉 是摩西的托拉 西安山的托拉 是以色列地的托拉 是迦南地的托拉 那是耶稣基督的托拉 同一个托拉 结晶不同 领受不同 神的托拉是不改变的 摩西的托拉 不能进入迦南地 因为摩西的托拉 属于现在世界 那我请问你基督徒 你现在是生活在 现在世界 还是将来世界 你已经进入千禧年了吗 没有 死人复活了吗 没有 对不对 你一活就活一千年吗 没有 还有疾病吗 当然有疾病 还有痛苦吗 当然有痛苦 还有眼泪吗 当然有眼泪 对不对 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所有的眼泪会被擦干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苦难 实现了吗 还没有实现 还没有实现 就是在告诉你 基督徒同学 你现在尚未进入千禧年 你还在 现在世界 你还需要学习 摩西的托拉 你说你以色列渔民不在学习 耶稣的托拉吗 对啊 我们是在学习啊 但我们同时也在学习摩西的托拉 我们是在摩西的托拉的基础上 释放耶稣的托拉 所以说我们有一点超前 提前进入千禧年 尽管我们身体还没有进入 我们的灵魂已经进入了千禧年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这叫属灵的理解 但是从简单字面上 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世界 仍然不能吃猪肉 你说千禧年可以吃猪肉 这拉比的结局 为什么 在千禧年连猪都要改变 连猪都要反处 你今天看见猪反处了吗 没有 如果今天猪反处了 你就可以吃猪肉了 没有 今天猪不反处 那就不能吃了 对吧 那你为什么要吃猪肉呢 对吧 你说我死了就可以吃了 你死了进入天堂 不错 那个时候就没有摩西律法了 这是对的 对吧 你死了以后就不会有摩西律法 是对的 因为摩西律法是针对现在世界 针对你还活着 你死了当然就没有没有摩西律法了 估计死了以后可以吃猪肉 对吧 估计在天堂的猪是要反处的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明数记 提到的耶和华战记是什么 在图案里面有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是一本 一本书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具体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对吧 这个也没有去研究 对吧 但是有这么一本书 下面一个问题 通过今天的预备 分享和解答太清晰 下面一个问题 越无辜 说明人的罪越大 的确如此 对不对 耶稣基督是最无辜的 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犯的罪是最大的 磐石出油 出密 更绝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人看到猪肉就想吃 虽然客自助没有吃 但这也是犯罪吧 这个要看你的生命 对不对 正如耶稣说 凡看见妇人就动饮链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牵链了 想吃猪肉和动饮链 都是思想上出现 对吗 当然不能这样理解 这很简单 我告诉你 要看你的生命的高低 对不对 甚至拉比还认为 看见猪肉想吃不吃是很大的功德 对吧 比方说 你举个例子 你这个人 这个虫生下来 你天生就不吃猪肉 你看见猪肉就想发土 就想做 像土 对吧 要土 不想吃猪肉 那你说你不吃猪肉有功德吗 你没有半毛钱的功德 你本来就不想吃猪肉 你还跑到神面前去说 啊神啊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猪肉 神说 开玩笑 我让你出生 我就在你的灵魂里面 加了一道密码 让你这辈子都不喜欢吃猪肉 你当然不喜欢吃猪肉 你有什么资格到我面前来 要功德 谁有功德 一天到晚都想吃猪肉的 啊 那个红烧肉好好吃了 啊 那个梅菜扣肉 啊 狮子头 啊 回锅肉 哇 但是我的造物主说不能吃 所以说我不吃 是吧 我经历了极大的争斗 每天我都想吃 但我控制住自己不吃 怎么样 你死的时候神说 哇 某某某 你的功德是大的 对不对 我在你出生的时候 在你的基因里边 把这个猪肉的欲望是调大了一档的 对不对 连我很多时候我是很信实的 很多时候我都担心 我会不会把你的这个药下得太重了一点 让你会不会吃猪肉犯罪 结果你居然给我坚持下来了 好吧 我给你这个功德大大的天给你 对吧 同样的道理 那么见到妇人动营恋也是一个概念 对吧 你说我这个人从小天生就是一个同性恋 对不对 我是一个男人 我看到女人就发土 我就喜欢男人 然后你死了以后 你跑到神面 你就生啊 我这辈子我看见妇女 我从来没有任何淫恋 我甚至看到妇女就恶心 你给我功德吧 神说你开玩笑 你有什么功德 没有任何功德 那你说开玩笑 你这样说 那耶稣基督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看你的人的生命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拉比迪斯特勒 有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观点和概念 希伯来文叫 Nekuda Behirat 叫自由选择点 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有一个 自由选择的临界点 每个人的临界点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 一个强到一个贯偷 一个黑社会的 他每天想的就是打砸抢烧 那么他的自由选择的临界点是很低的 如果他有一天走过一个珠宝店 看见没有人 他有强烈的偷盗珠宝的愿望 但他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偷盗 那么他的功德是很大的 那么同样一个基督徒 从小就俗读圣经 明白Torah的诫命 不能偷盗 不能盗窃 走过一个珠宝店 同样的珠宝店 和这个强盗插面而过 强盗没有偷 这个基督徒也没有偷 强盗得到了很大的功德 这个基督徒一点功德都没有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偷的欲望 没有什么功德 但是 随着这个强盗生命的改变 他悔改了 他学Torah了等等等等 他就不再拥有偷盗的欲望 他的欲望就变成了 要不要吃猪肉 再经过几年的学习 又经过了反复的学习 他的欲望又变了 他的Nekuda Beherah 不断的在上升 经过了十年的寒窗学习 这个强盗已经变成了 一个Torah的老师了 那你说开玩笑 他经过相同的珠宝店 还有没有功德 没有任何功德 不吃猪肉 还有没有功德 没有任何功德 对不对 这个看见妇女动营 不动营炼 有没有功德 没有任何功德 这个时候 他的功德是什么 是另外的 对不对 随着你的生命的 不断的提高 那么你的自由选择的 灵界点是不断的提高 那么你的赏赐 也是不断的提高 所谓的水涨船高 但耶稣基督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炼的 他已经与他犯监狱 那么这个是针对他的生命 这个人的生命是很高的 对不对 很高的 一个生命很高的人 那么神审判你的标准就很高 对不对 你就不能够说 我没有和他发生奸淫 所以说我无罪 不错 你的确没有和他发生奸淫 但是因为你的生命很高 你俗读托拉 你却给他动营炼 那你的功德打折扣 给你算作行奸淫 这个在土耳里面有很多要算作的 尽管你没有做给你算作 对不对 亚伯拉罕应信称义 对吧 没有做任何事情 因为信了 算作他行出了很多功义 算作 对不对 算作 对吧 如果你的生命很低 你做了一个哪怕是很小的一条诫命 算作你行出了所有的诫命 如果你的生命很高 你看见妇女你给我动了饮炼 算作你违背了所有的诫命 这个团里面有一个算作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针对你的生命的高低 生命越高 神审判的标准 越严格 生命越低 标准 越宽松 所以说 在神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很多人吃不透 开玩笑 人人平等 在神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是按照你的 这个起点 按照你的生命高低 下面一个问题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 不止一次 如果是一次 可能是一个错误 这里两次说明 证明故意性 为何违反 故意犯罪不会饶恕吗 好 那么这个两次的话 这个 有很多解禁 对吧 刚才我们解过了其实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不再重复 下面一个问题 改变猪的DNA 广东人喜欢吃猪肚 胃部 胃部在土耳里边有什么象征 胃部是消化系统 对不对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胃部是消化系统 对吧 胃和肝脏消化系统 对应的是什么 祭坛 我天生不喜欢吃猪肉 青春期以后 一看到富人 就动营炼 但没有发生肉体的坚营 求主 宽恕我 下面一个问题 人彻底得救以后 上帝 会把他所有时代轮回肉体的记忆 都还给他 还是给他修补成功的那个肉体的记忆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对吧 你是说这个 这个是复活以后 还是轮回以后 那么轮回以后的话 一般是没有记忆的 对不对 因为有记忆的话 对你这个轮回的修补没有好处 如果是复活以后的话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都你到了复活 你自然就清楚 这个不清楚 对吧 复活以后不清楚 那我估计应该是全部的记忆 猜测 我还没有找到依据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因为估计大家没有问题了 那我就回到刚才的这个 李弟兄的这个问题 关于摩西 为什么要记忆 那么这个 还有另外一种解经 这是以前我听过拉比的解经 什么意思呢 那么另外一种解经 认为摩西 是舍己救人 这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说 那么第二次击打磐石的 这些百姓 其实是出埃及的第二代 他们的父辈 已经犯过一次罪了 那么摩西击打磐石 让磐石出水 那么四十年以后 那么在第四十年 第一代人全部都死了 对不对 在摩西面前站立的是第二代人 是旷野的第二代 很多是旷野出生的 对吧 或者是在犯十个探子的罪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二十岁以下的 那么这部分人 又犯了相同的罪 像他们祖辈一样 埋怨 没有信心 那么神要求摩西去拿出 那杖 这个杖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击打磐石 这个土耳很明确拿什么杖 拿你让红海分开的杖 红海分开红海的杖是什么杖 按照拉贝的传统解经 那是南宝石杖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的 那个杖是来自于一点元的 对不对 那是南宝石杖 那么第二次磐石 那个杖叫纳杖 前面加了一个定罐词 哈玛配 那么这个地方就需要解经了 什么叫做纳杖 那么有一种解经认为 这个杖和第一次的杖不一样 是什么杖 是亚伦发芽的杖 当这个百姓造反以后 神让亚伦的杖开花结果 对不对 坚定了亚伦的祭司的职份 那么在当时经文里边 有这么一些经文 说把这个开花发芽的杖 放在约会里边 给以色列民做见证 什么意思 每次当你以色列民 你要这个发怨言 要造反 要反叛 叛 叛 背叛 那么这个杖要拿出来做见证 提醒他们当年这个可拉 犯罪的下场 什么下场 第一开口 全军覆没 对不对 这个几千人 被这个瘟疫 对不对 全部击杀而死 所以说 那么这个拉比怎么解极 拉比说OK 那么这个地方 是神要摩西去拿 这个藏墓里边 约柜里边 约柜上面还是里边 约柜里边 亚伦发芽的藏 说明神真的发怒了 神要通过这根藏 让这个第二代 我们叫旷野第二代 让他们全部灭亡 全军覆没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金牛堵事件 神就说我要把他们全军覆没 让摩西你给我生几个儿子 我把他重新领出来 成为以色列人 摩西说这个不来 不和你玩这个 对不对 这个我们还是按照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对吧 你不要给我来个摩西的后裔 对吧 摩西很强调 亚伯拉罕 以撒 和雅各 他不在乎什么摩西的后裔 对吧 摩西很谦卑 他不想成为 取代亚伯拉罕的地位 成为先祖 摩西很谦卑 摩西不希望神将这些埋怨 不懂事的百姓被全军覆没 但是当神要求摩西去拿这个仗的时候 摩西说完蛋了 这个神这只剩的动物了 把这个仗拿出去 不是拿在这个长老面前 是拿在百姓面前 对不对 对着磐石说话 磐石出水 那就说明这个神要审判这些 这个叫旷野第二代了 摩西说不行 我宁愿死掉我自己 我不能让以色列民全军覆没 所以摩西是怎么样 牺牲自己 从这个地方就叫耶稣基督 不错 老百姓没有一个配的 全是罪人一塌糊涂 按照神的公义 全部都该死 对不对 按照公义 全部都该死 但是 摩西知道一个土耳的奥秘 一人的死 可以赎 可以赎 百姓的罪 摩西没有任何其他的动机 他故意违背神的建议 让神的怒气 从百姓的身上 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宁愿自己死在旷野 也要让旷野第二代 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你说神难道不知道摩西在想什么 当然知道 神当然知道摩西在想什么 尽管神在惩罚摩西 神心里边是相当的开心和欣喜 这才是我家里边最忠实的仆人 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救这些不配的老百姓 下面一个问题 马太福音 看啊 我照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纪念 也不再追思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对吧 不错 但是你不要忘了 人的生命 其实就是记忆 人的生命就是记忆 你今天生活在哪里 生活在你的记忆里边 如果你每时每刻都不再有过去的记忆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如果你将来进入了新天新地 进入了天堂 你没有过去的任何记忆 那不叫生命 那叫什么 那叫矿物质 那是个石头 石头就没有记忆 但卡巴拉说石头都有记忆 对吧 人的生命的本质 就是记忆 什么叫义苦思甜 你今天的甜蜜 如果没有过去的苦难 作为背景 作为参照物 你今天的这个喜乐 也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叫做得救以后的喜乐 如果你没有在得救以前的记忆 你的喜乐从哪里来 对不对 那你说OK 那这个经文什么意思 从前的不再忘记念 也不再追想 从前可能有些记忆 如果不适合你的 神或许会让他忘记 但有些记忆 神认为有意义的 会保留 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目的是让你 在新天新地也好 在千禧年也好 得到最大限度的喜乐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女人 因为欠高利贷 被债主又兼还债 那么这个女人 可以不被算为淫妇吗 这个叫卖淫啊 对不对 这个是卖淫嘛 这条问题 请不要收入到纸板回答 设计朋友 私隐 多谢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请帮我祷告 让那个女人脱离 黑帮分子的 瑕疵 希拉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也为这位女人 祷告 愿神能够给她 智慧 勇气 和能力 愿神也能够给她救赎 让她能够脱离 邪恶的掌控 对吧 脱离邪恶的掌控 祷告奉靠 耶稣 阿们 耶稣基督的灵求 阿们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学习 到这里结束 正好所有的问题 回答完毕 好 我们接下来 做一个散会的 感谢观看